阿里巴巴和京东将暂停对美销售电子烟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一名9岁男童因涉嫌纵火 导致三名儿童及两名成人被烧死 面临五项一级谋杀罪名 据当地媒体报道称 这名男童还被控以两项纵火罪和一项严重纵火罪 因美国对电子烟品类管控的加强 阿里巴巴和京东将暂停向美国买家销售电子烟 10月9日 记者获悉 阿里巴巴将从10月10日起对阿里巴巴国际站平台上 所有电子烟产品及配件进行流量屏蔽和美国信宝订单阻拦的管控 同时京东也表示 针对美国电子烟品类最新管控政策 京东全球售将对美国站所有相关品类的电子烟产品进行屏蔽 暂停发往美国境内相关订单 不过 记者发现国内电子烟的线上销售并未受到影响 在天猫淘宝京东不同品牌的电子烟依然正常销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宝京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宝京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宝京东